住在南加州想要参加2024大选义工的朋友 欢迎在本周六10月21号下午1点30分 来到位于Morovia的Impact Harvester Church 参选2024加州议会25选区参议员的黄美兰 将为我们提供选举拉票和社区外展的培训 如果你对加州的现况不满意 而且你认为我们正在往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如果你想要和众多的家中居民 以及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一起尽一份力 去让我们的孩子有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安全 父母的权利得到保障 恢复法律来改善我们生活 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的话 欢迎来参加这一次培训的会议 在这场培训会中呢 我们将会学习如何敲门去拉票 敲门拉票有一些当做的和不当做的 包括你要如何与选民交谈 如何使用软件来帮助拉票 那除了上门拉票之外 打电话也是非常需要的 也会学习到打电话的时候 当说和不当说的话 以及如何从电话中与选民交谈 还有寄明信片的方式也可以帮助拉票 那在这一场培训会中呢 我们会提供现场的中文翻译 所以讲英文讲中文的朋友都可以过来 在这里不会有任何语言的障碍 如果你想来的话 请致电626-642-8429 或者可以发送邮件 campaignelizabethforsenate24.com 让我们知道你想要来 我们会为你预留座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萨莉莎 我是依萨 今天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 这个新闻都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仗 打仗的这个事真是惨不忍睹 对吧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希望战争会发生 但是同时看到这个战争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巴勒斯坦人这么恨犹太人吗 就是原因到底 我们如果看任何历史的这个状态的话 历史的现况的话 巴勒斯坦对于犹太人的仇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连他们的小孩子都愿意去说 Death to the Jew 我们要杀光犹太人 对就小孩都这样说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你小孩 我们不会有办法想象 小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就是有这个样子的仇恨 深仇大恨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事 然后居然也联想到了我们自身成长的经历 然后我们想到说 原来这是其实是一个洗脑非常可怕的一个作用吧 因为你想其实巴勒斯坦人 这个尤其是加沙地带 他们生活的非常非常惨的 因为他们是在恐怖组织的统治下面生活 而且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贫困 那么很多物资都是美国给的 以色列给的 对吧 所以统治他们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暴力的恐怖组织 那他们在那里生活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 像我们频道之前 前几天也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视频讲 这个视频讲说 有人问他说 为什么从来没听到过说巴勒斯坦的人 在那边抱怨 抱怨啥呀 谁敢抱怨 你听过北朝鲜的人抱怨吗 你听到的大概都是跑到美国之后的 北韩的人在抱怨 说北韩的实际生活是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在北韩所有的人都说 哇金正恩那个万岁万岁万万岁 为啥 因为在那里没有言论自由 你说错了话要被砍头的 你在那种情况下 你还会说什么 要是我我可不说 我宁可给我嘴上缝一个锁链 我就给他拉上 我也不要讲话 对不对 因为我不想要被砍头 那所以在这样情绪下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实际上还是憎恨以色列的吗 还是 而且我必须讲说 就是以色列是一直在帮助巴勒斯坦的 现在很多人就在讲说 巴勒斯坦那边没有水 然后没有电 都是以色列的错 以色列是有派人过去 然后有弄物资过去 说这个是水管 然后这个是铁的水管 然后这个是电线 然后这是发电机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把这个拼拼臭臭 拼拼臭臭臭 你就可以在这边发电 你就可以在这边有水源 你就可以挖一个井在那个地方 结果哈马斯的政权做什么事 他们拿到那些水管之后 把他们切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然后把他们弄成火箭 可以去轰炸以色列的火箭 然后在里面放炸药各方面 然后在电视上面播说 你看我们多聪明 我们使用了敌人给我们的物资 要来夺回属于我们的领土 各方面的 我很难想象 当你一个巴勒斯坦的人 然后你已经没有水喝了 然后你的水都是要靠以色列跟美国 这样子就是给你们一桶一桶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你的政府拿着 可以去做水源的一个东西 拿去发射火箭 你是怎么样看的 但是他们这些小孩 还有年轻人都觉得很OK 对啊 所以就是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说为什么这些生活在 如此贫困境地中 而且被哈马斯政权 如此极端压迫的人 还在觉得说 以色列是坏人 犹太人是坏人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巴勒斯坦的小孩 他们都在看什么样的动画片 他们都在玩什么样的游戏 他们都在唱什么样的歌 for obviously small kids and there is a there is a devilish character holding a Jewish star how about this one Palestinian children playing a great game this is a small child here saying oh sons of Zion oh the most evil of creatures oh barbaric apes you can hear the voice it's like a five year old Jerusalem rejects you and vomits your filth these are a choir of small children oh explosive divisive glory with her blood she created freedom ask suicide bomber Fatima al-Najjar how one should live a life of pride 怪不得他们那么恨 这些给他们水 给他们吃的这些国家 原来他们是在这样的教育 或者是这样的洗脑的环境里面成党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奇怪 其实如果你看到中国人的话 你也能看到一部分这些影子 就是中国现在中国 这个大方向就是谁 就是恨美国嘛 仇视美国 然后把美国当成是敌人 这个样子 但是你说中国人的心理呢 他特别纠结 对不对 你看中国人说骂美国 美国老了 怎么的 然后说那个弄死他们 美国就是要称霸全球 不行我们中国要称霸全球 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什么 轰他干他打他 等等等等 就这样 结果呢 你一问中国人说美国到底好不好 大家好像这个事又开始纠结了 好像 好像美国是挺好 他说你既然这么恨美国 那让你移民去美国 你愿不愿意啊 好像也挺愿意的 你知道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纠结的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想要移民美国 对啊 就是如果说不用办那些什么手续啊 各方面的话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想要移民美国的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希望可以离开一个 压迫的政权的 哪怕是他嘴上这么说 其实他心里也特明白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就是你心里明镜一样的 但是当别人问你说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 你觉得习近平好吗 习近平万岁万岁万岁 但是心里一想说 共产党怎么又开始变成这个样子 只要说就是洗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工具 这个东西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有讲过 洗脑跟教育其实是同一个字 就是拉丁文有一个叫docele 一个叫educ 忘记是什么了 反正这两个字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字 就是要灌输知识到脑子里的意思 我们现在好像洗脑是一个负面的字 然后教育是一个正面的字 好像就是我们把好的东西放在小孩的脑子里的话 就叫做教育 坏的东西放在小孩子里的话 就叫做洗脑 各式各样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都在接受 每一个国家都在洗脑自己的人民 对啊 那中国就更明显了吧 不用说 北朝鲜也更明显了 那中国就中国共产党万岁嘛 然后那个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嘛 那包括当时毛泽东语录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进程其实一直都没有变 虽然口号就隔三差五会改一下 但是其实总体的这个洗脑的方针 都是永远都没有变 你看从小学就是嘛 小学你一进去就怎么怎么样 要写什么那个我爱党我爱国 怎么怎么样写这个东西 包括给你带红领巾啊 什么什么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是在做洗脑的一个工作的 那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每一个国家都要洗脑 你有没有想过 就让人听话吧 就是因为你如果 就是你控制了人的思想 你就因为人的行动 是透过思想来支配的嘛 那你要是控制了他的思想 你就是让绝大多数人 都同意这一件事情的话 那他们就容易听话嘛 你就比较好弄嘛 你省得像美国一样 是吧给 他们就觉得说美国太自由了嘛 像共产党来讲 就说觉得美国这样的政权 是容易分裂的 是不容易长久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太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言论自由的机会 你可以讲这个 我可以讲这个 就针对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吵得四分五裂 因为人基本上没有什么boundary 就是你说真的有礼貌 爱清洁 人人见了都喜爱 这样的人不多 对吧 就是说大家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 控制的程度 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是每个人的自身的道德修养 你很难达到一个平衡 有的人就会利用言论自由 到处随便去骂别人 所以针对这一件事情 它就容易造成分裂 如果要是一群非常有礼貌的基督徒 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尽管大家意见都不同 但是还是彼此尊重 那你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造成分裂 但是如果要是大家每个人都表达 就是非常极端的要说服别人说 我就是对的 就刚开始还很礼貌 结果这个礼貌保持不够五秒钟 然后之后就开始生气 然后就开始撕脸 就恨不得拿拖鞋丢人家 就开始变成这样 那你说美国当然就变成一个容易分裂的国家 所以在共产党 之前我们节目里也报过 对吧 就是那个习近平的国师 那在他看来 他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你没有去统一人民的思想 你不统一人民的思想 大家都自由表达 你说这个你说那个 那不是马蜂窝盐一捅就散了 不就是这样 其实洗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制造阵敌 然后让自己成为受害者 让人民在无知的情况下 服从自己的英雄主义 其实每一个洗脑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说宗教是洗脑 宗教其实也算是这个样子 我想说什么宗教吧 你如果要说 这一个词可以说成好的是坏的 对吧 比如说教育跟洗脑 那我觉得基督教的你可以说是教育 其他那些宗教就是洗脑 就让你相信一些 doesn't make any sense 的东西 因为基本上基督教的教育是在讲说 基督教的洗脑是在讲说 你是自由的 然后你不要服从任何的政府 你不用服从任何的人 而是你要服从上帝 你要服从神 你只有一个主权在你的人生当中 那其他的这个东西就是 例如像说伊斯兰教这个阿拉 就是说你要去杀犹太人 你要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可以得到47个处女 在这个天堂的门口 啊 上天堂就给这个呀 对 那你信他有什么意思 你信他干什么 这也没人讲过 这处女长什么样子 对啊 你看那个大清皇帝的后宫 现在不是有那个清末那些照片出来吗 我的妈呀 怎么一个个都长那样 就是你以为都特漂亮 其实不是吗 很多都政治联姻嘛 他都长得不好看 他也塞给皇帝 所以那皇帝就是 头一点点都疼 等于说就是 每一个政府都希望 自己的人民是无知的 那无知的话 你才可以最容易的被我洗脑 那每一个人都想要控制 每一个政府都想要 把人的这个思想 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因为这个样子 你做事比较方便嘛 这个就像还是像那个国志讲的嘛 你这大家每个人 如果要是都很聪明 你读过很多书 尤其是我觉得最害怕就是 为什么共产党一直要去毁灭教会 为什么他一直要去说 你信别都可以 你就是不可以信基督教 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基督教给人自由啊 基督教让人得到智慧啊 你有了智慧了 你就发现说 哎 哎 他们怎么这样呢 对不对 然后你想 你如果要是聚集一群 其实都不用说太大力量 你只要聚集一群 这样有智慧的人 而且他们不害怕政府 他们单单敬畏神的人 他们的政权面临到很大的威胁 是 你想他在大街上 你爱信穆斯林教你就信穆斯林 对啊 我们给你建清真寺 然后你们去拜一下吧 你们找什么阿卜什么乱七八糟 你们去弄你们的 那佛堂 哎 我们就给你佛堂 我们还给你弄成什么四一级警区 对吧 那个进去每个人收一个二十块钱门票 你卖那个香火 卖一把香就卖你十块钱 等等等等 他们可以大力的去发展这个东西 让人去拜 拜嘛 共产党不知道吗 我都很奇怪 习近平为什么不信主 因为他的这些行为 恰恰证明了 基督教就是那唯一的一个 让人能够得到智慧 而且是真神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宗教 其实他应该是最清楚这一点的 你看他 中国也允许犹太教在这个地方 允许啊 你这些东西都可以 只要跟耶稣没有关系的 只要这种 那个什么 都可以了 你随便去搞 对不对 你搞你见得漂亮一点 我给你点钱 你这个也可以当成警区 你也可以收费 对吧 你拉动经济嘛 这个我们就大同嘛 宗教大同 大家都逛一逛 这一看那拍照 你上那个里面去做瑜伽吗 没有人就管你嘛 所以你说这是共产党人还不信主 真奇怪 反正就是习近平 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英雄 然后不只是习近平 全天下所有的政权 其实要做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让人知道说 我们才是正义的 对 你看像巴勒斯坦人就说 我们是正义的 他们是邪恶的 对啊 当你从小就开始洗脑说 你要杀犹太人 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你小孩玩的游戏是 你拿一个刀子去刺犹太人 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 你都不是说玩拿刀刺了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 以前在节目里讲过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 我小时候 还我小时候都不用说我妈小时候 我们玩跳皮筋 你说谁教的 不知道谁教的 一帮那个时候大概是个六七岁左右吧 跳皮筋跳什么呢 一边跳皮筋嘴里一边念 你们念什么 那个小皮球香蕉梨 是那种东西吧 对不对 我们念的是打倒蒋介石 那个时候 六七岁小孩 谁知道蒋介石是谁 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是谁 可是呢 我们一玩那个跳皮筋 就有个小孩说 说那我们跳什么呀 有个小孩就说 我们就来跳打倒蒋介石 然后我们说 什么叫打倒蒋介石 没玩过 他说就这样 他跳还示范的 打倒蒋介石 那他教了两下 我们就都会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所有人在那边 打倒蒋介石 就开始跳就在那边 没有人问说蒋介石是谁吗 没有啊 谁想到那么多 什么叫打倒 你就说打倒蒋介石 这五个字连在一起 小孩都不明白啊 后来回家之后 好像还跟我爸学 我爸已经敢吓了一跳 我爸说 这谁教你呢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非常奇怪 就是他怎么会 流行到小孩的群体里面 然后怎么会有一个小孩 知道说跳皮筋要骂 什么打倒蒋介石 对不对 那你说中国人 对台湾人的态度是什么 你跟这个教育 有没有关系 你说现在像我这一代 长大的 轰他 对 干他 对 能不能打扶他 对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议题 我们不太愿意讨论 因为第一个不太干我们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说双方都是充满着仇恨的 而且这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政府的洗脑 对而产生的一个结果 就是 例如像说中国人对于台湾 你在上网看那些东西 他说什么 流岛不流人 杀光台八子 然后这样你去看这些东西 你就觉得说 OK 那你统一 你只是为了统一而统一的 你没有想说在那个地方 你当你爱的不是人的时候 当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人的时候 你就是会有这个样的反应 你就是会把别人当成敌人 然后台湾人看中国大陆的人也是有钱啊 然后就没有文化啊 吃不起台湾 那个随地土坛 现在应该已经没有这个样子了 这个改变了吗 对对对 现在就觉得说中国大陆没有文化 然后他们就很霸道 然后他们就很讨厌台湾 他们仇视台湾 其实这个仇视这个东西是双向的 两边的政府都在洗脑人 那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美国也在经历非常严重的一个洗脑 我再说一次 教育跟洗脑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只是你放什么东西进去 对 例如像说现在的LGBTQ这些人 他仇视基督徒 洗脑这些小孩要切除他们的器官 他们觉得基督徒 你只要站在堕胎诊所前面 他们就要把你告到死 OK 关17年这个样子 基督徒不可以有任何的声音 基督徒只要一讲话 就是在用你的价值观在压迫其他的人 基督徒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基督徒不可以有自己的声音 基督徒不可以有自己的群组 那COVID一开始怎么样 教会一定要关闭 不管怎么样 那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开 OK 佛堂的话你只要安全距离就好 教会一定要关 脱衣舞厅酒吧 这些东西都可以脱了衣服 可能病毒就没了 是吧 告诉教会你必须什么 compacity 后来开了嘛 说compacity必须是多少 你一个300人的糖 你里面只能去几个人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样子 那各式各样的现在发生的议题 例如像说就是变性的人 然后呢黑命贵 他们就是永远都自己以为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说打杂抢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觉得说 我以前的这个什么祖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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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去抢Nike的鞋子是OK的 他们认为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 尽管没有人奴役过他们 尽管他们 可能是刚从非洲移民过来 尽管OK他们是新移民 他们也觉得说 我们就是被压迫 我们就是被 他们创造了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身份 在非洲当地的人都觉得说 没有这回事的事情 然后他们在这边接受 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他们要打击他们的敌人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洗脑造成的 对 那洗脑呢 其实造成的后果非常非常可怕 我们在历史当中都已经学到很多很多的教训 像这个中国文化大革命 非常非常惨痛的经历 有小孩举报父母 结果爸爸妈妈被杀死了 然后他自己觉得说 你看我是个多正义的人 我大义灭亲 我为了正义 我为了真理 我可以举报我的 那个 无赖父母 对不对 让他们去游截 然后结果到最后就给弄死了 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那你说这些人 什么人能够去举报 从小把自己养到大的爸爸妈妈 这洗脑的结果嘛 洗脑其实可以做成这么可怕的事情来 那包括现在像美国的学校 洗脑儿童怎么样 就说你是自由的 对吧 你父母没有那么多权利去管你 你父母要管你 你就赶紧报告 对吧 报告我们就赶快 我们才跟你站在一起呢 我们就赶快把你从家里营救出来 你就永远跟你的爸妈say goodbye吧 洗脑儿童 让他们可以去抵抗父母 那包括现在你看到 社会上所有的这些乱象 对不对 说什么乱性啊 你跟男的跟女的都可以啊 你跟一个人两个人 五个人十个八个人都可以啊 还有吸毒 这都是好的 这都代表你是自由的 你没有被束缚 你没有被捆绑 对不对 你身体是你的 你想要干什么都可以 你光着屁股上街 反正别让警察看见 别人给你抓走了就行 这也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嘛 如果要是有人告诉你说 你的身体是圣洁的 你的形象是按照神创造的 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的 女生不可以在结婚之前 跟别人睡觉啊 你要找到一个好好的人 你们要结婚了之后 你们才可以去睡觉生小孩啊 吸毒不可以的 因为他对你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啊 你的身体是神的电 你不可以这样 这叫啥呢 这叫宗教压迫 你都不能告诉人说 你要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负责 你说你看看那些吸毒的人 什么牙齿都烂掉 精神都不正常 然后他们在街边就这样晃了晃去 你不能和他们这样说 你这叫来自宗教的压迫 你为什么要用你的好人的标准 去要求我呢 这是我的生命 我的身体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来压迫我呀 白人至上 殖民主义 所以呢 我们看完这一大圈下来 我们就觉得说 巴勒斯坦人 如此仇恨犹太人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那当然了 那不光是有这个宗教历史的原因 这个以什玛利 还有以萨的后代的这个原因 然后还有这个政府洗脑的原因 还有就是说 他们要发动圣战 要发动圣战 那这个也是 在他们那个伊斯兰极端分子里面 存在的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你说 通过这么多重的原因 巴勒斯坦人 想要杀光犹太人 其实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 现在就觉得说 OK 其实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 那个地方一直都有犹太人 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 一直以来都有犹太人在那个地方 只是他们的冲突多和少 在之前 他们是和平相处的 可能就是犹太人跟犹太人做生意 巴勒斯坦人跟巴勒斯坦人做生意 他们是会互相通商的 他们也可以当朋友 他们也可以一起喝个酒 然后一起喝茶 喝咖啡之类的东西 直到政府介入的时候 政府介入了之后 开始这边洗脑这边的 那边洗脑这边的 这个时候开始才有这么大的一个冲突 当洗脑发生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特别是在兄弟之间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要如何跳脱政府强制 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是强制给你的东西了 如果你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你很难不被洗脑啊 除非你真的有真理在你的里面 你真的遇见真理 明白真理 而且与真理真正对齐生活的时候 你不会被这种东西洗脑 不然的话 你真的把人放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不管是说你的小孩在美国 在LGBTQ环境里面在那 还是会被洗脑了 不管你说你就别说别人了 就把你 把一个还没信主的义分 给丢到那个巴勒斯坦去 如果洗脑洗脑 说犹太人坏 你也会相信的 说难道是真的吗 因为你身边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不用到巴勒斯坦这么严重 我在学校 因为我是读art school的嘛 我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于LGBTQ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样子的 真的吗 对 那时候就觉得说 LGBTQ的人一直被压迫 然后一直怎样 然后同性恋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也没有勇气说出来 不是因为 就大概觉得不关我事吧 因为你也不是LGBTQ其中一员嘛 你也不是同性恋 你也不是变性人 你都不是 你只是听这帮人这样说 我觉得就是你听一个东西 听时间长了之后 耳濡目染就是 对啊 原来是这样的 你就是在一个 你没有思考过的领域里面 有人告诉你了 你会说就是这样 就是洗脑这个东西 仇恨这个东西 真的是政权造出来的 而且不是说 不是一定要在巴勒斯坦那样 现在在美国 就已经非常严重的 这个洗脑的这个机制在这边 呀 所以呢 要想跳脱 世界强加给你的这种思维 你就必须与唯一正确的真理对齐 这样子你才不会被洗脑 然后你也不会被政府控制 你也不会随便相信一个 别人跟你讲的理论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不用害怕说 哪怕这个东西我不懂 所以我不知道它什么 其实不会的 其实你如果真的明白真理 或者是你去读圣经这本书的话 哪怕有很多东西 你以为你不明白 但是你对照圣经 你就已经明白了 所以呢 作为基督徒来讲 对不对 我们的心意被神更新变化 我们就不能够再用世界的思维去思考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应该再被所有的政府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政府去洗脑 让我们相信某一种事实 就像保罗在这里讲到说 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的 以前那个旧的心思一念 以前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取而代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就看这一切 看得很清楚 你像我们在一起 我也不会说 因为你是台湾人 所以我讨厌你 我也不会觉得说 台湾人你口音怎么这么奇怪 然后我故意这样去笑你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也不会因为我是大陆人 我说话舌头卷卷的 你来嘲笑我 或者怎么样 对吧 就是我们能够在一起 很和平的 而且是变成很好的朋友 然后从两个互相仇恨的地方 然后互相攻击谩骂的地方 出来像我从小跳皮筋 就打倒蒋介石 然后我碰到一个 从蒋介石那个地方来的人 我可以不恨他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也是可以看到 如果你明白神的话 你就不会把人 按照这种东西分类 你也不会去相信 政府告诉你的东西 而是你会去选择相信说 这个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去创造的人 我要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而不是把他当成从某一个地区 某一群出来的人去看待 就像主耶稣那个时候就说 有人嘲笑耶稣 就是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基督 拿撒勒还能出来什么好的吗 你说这个事为什么被写在圣经里面 就是为什么这句话说 拿撒勒还能出来什么好的呢 其实我觉得神告诉我们你不要以某一个什么地区 或者是肤色或者这种category去衡量一个人是否行还是不行 或者他OK还是不OK 把人每个人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了解去对待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公佛的方式 那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以色列的人很多是觉得巴勒斯坦的都是恐怖分子 那巴勒斯坦很多真的就是恐怖分子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能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真的就是要准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这两个兄弟之间的争夺 然后为了圣诚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互相打互相杀 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 我不是说以色列他们说自己是神的选民 就百分之一百是正确 然后他们就是有意的 还有各方面这个东西 但是以色列需要谦卑 以色列他需要认识耶稣 以色列需要放下自己这个身段 然后去认识自己 认识神是怎么看他们的 巴勒斯坦他也是需要谦卑自己 不要崇拜自己的仇恨 不要把仇恨当成神 当你把仇恨当成是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 他就是你的神了 你就被仇恨控制了 整个在中东的问题 然后特别是在美国 我们在美国我们在看这个时候 我们更不要被现在的仇恨 还有现在的媒体扰乱我们现在的思绪 我们就看到说什么 哦对我们就是要打倒这个巴勒斯坦 我们就要把巴勒斯坦的那边全部清光 各方面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要派航空母舰过去 要轰炸要轰炸伊朗 杀光所有的穆斯林 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 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 我们要怎么样让穆斯林知道说 他们活着不是为了仇恨 他们活着不是为了杀光犹太人 他们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杀光犹太人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卑鄙 而且无知的一个生命 我们要怎么样传达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建立好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可兰经 犹太人有他们的这个圣经 我们有我们的圣经 我们只有在一个信仰上面和一个情况下 我们只有在服从在神的下面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跟他们继续沟通 就像那天张清泉牧师分享的一样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然后在那边喊说 我们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 然后你去耶路撒冷人家读得比你清楚多了 人问你两句就给问蒙了 对 然后你自己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然后你这边说 我们耶路撒冷人家 他们的犹太人就不信 OK 他们没有圣灵 不能这个样子 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 我们要把自己变得更刚强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完成耶稣的大使命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有没有发现洗脑真的在生活中 起到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巴勒斯坦 还有以色列 人民互相仇恨 都是因为政府洗脑的后果 包括你看到像什么中国大陆对美国呀 然后中国大陆对台湾呀 然后等等等等 这些 你对这个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包括现在美国学校的教育 也都是一直在洗脑小孩呀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你在这一集节目里面有什么看见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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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